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226集 太古星辰令 滚滚黑云遮天,把阳光撕碎后抛下,融入雨水之中 残破地落在了大地,暴雨来临,哗哗之声如远处又万马奔腾 落在屋顶,落在大陆,落在街道上每一个行人身上 身在屋舍内,可以清晰地听到屋顶上啪啪雨水摔打之声 那雨水顺着屋檐如帘子一般落地,形成了雨沫 看起来呀,别有一番感触 尤其是屋檐下挂着的成串树叶 在那雨水中沙沙作响 使得雨水流淌下 与屋檐的雨帘融为一体 大地许是干燥了很久 雨水乍一落下,便拍去了大量的尘土 只不过这尘土尚未掀起太高 就立刻被无尽雨滴穿透 支离破碎地重新回到了大地上 成为了泥泞水坑中淤泥的一部分 行人匆匆,穿着缩衣,低头拱着身子,急急而过 尽管是暴雨天,但眼下已经天明 自然要去劳作 一些孩童爬在窗户上 伸手去触碰雨水,发出欢快的笑声 在这雨中啊,传出很远 这雨,因亡灵而来 亡灵推开房屋门,立刻感受到一股潮气 带着雨滴随风扑面 落在脸上,很是清爽 他抬头望着雨水弥漫的天空 那里乌云弥漫,雷霆咆哮 正观望时啊,一道闪电骤然划破天际 在那闪电过后,立刻如惊雷般的雷鸣从天空轰轰传来 初始好似还在远处,但瞬间就如同在耳边 轰隆一下,立刻就吓得一些孩童连忙不敢再靠近窗户 亡灵神色平静,拿起酒壶,喝了一口,带着微笑 望着雨中凡间的一幕幕,让他熟悉的画面 尤其是那些孩童,更是让亡灵心神起了锥 曾几何时,他也曾在朱雀星的家里 趴在窗户上,看着雨水落下 也曾伸出手,任由那雨水落在手上 传出欢快稚气的笑声 不知不觉,已经快两千年了 修道者不闻岁月流逝 真正能记住自己年纪者,不多 我现在已经记不起具体的年纪了 王林拿着酒壶,又喝了一口 神色略有惆怅 雨中的寒气很重,吹来中隐隐刺骨 落在王林身上,吹入进了房屋内 沉默片刻,王林正要关门 突然,他神色一动 缓缓抬头,看向天空 天空仍然还是乌云滚滚 雨水倾盆 阻挡一切视线,更可撕碎目光 但这一切对于王林自然没有作用 他看到了在那乌云之上 晴空万里中啊,有两道见光呼啸而过 那见光中的二人一男一女 男的身穿蓝衫,相貌极为英俊 修为静也不弱 隐隐到了窥溺的样子 在其身边那女子身姿恶挪 穿着如风彩衣 容颜颇为秀礼 更有股贵气弥漫 在他们身下 则是那滚滚乌云 在这个位置向下看去 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云层内 闪电游走 雷霆哄哄 月轩 四番卒中发出紧急召唤 定然有大事发生 你行为不够 莫要逞强 那彩衣女子柔和地 看向男子 轻声道 我听你的就是 只是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然让族中长老 发出紧急召唤 这种事情很是罕见 那男子神色凝重 他心中也有同样的疑惑 正要说话之时 突然猛地抬头 看向远处 左手抬起 在那女子身前一等 二人停在了半空 但见一道黑风 从远处云层之上呼啸 那黑风啊 原本所去之处 是与那一男一女二人 同样的方位 但显然是察觉到了这二人 改变方向轰轰而来 仅仅是刹那 黑风就骤然临近 猛地一卷之下 从其内走出一个黑衣青年 死人神色冷漠 现身之后 目光望着那名为月轩的女子 沉默在了那里 玉某见过周兄 那挡在身边道吕身前的男子 双眼瞳孔一缩 抱拳说道 小妹见过周大哥 那彩衣女子 露出轻柔的微笑 轻声道 这黑衣周姓青年 身色复杂 收回目光 看向月轩身旁的蓝山男子 冷声道 陕雷族被灭全族 其大长老败亡失踪 此事被长尊会证实 发布太古星辰令 告知所有租落 此番族中紧急召集 就是当众宣布长尊会的封名 且长尊会大肆云落 推演天地星辰之术 算出了灭闪雷族 杀闪雷族大长老元凶之人 面相与神石印记 分散开来 展开太古万灵风沙 此事关系太大 怕是我等也外出搜寻 即便是这修真兴 也要仔细地搜索 你靠自为之 什么 那玉姓男子 面色红然大变 眼中露出不敢置信之色 他身边的那女子 同样眼中露出震惊 那闪雷族大长老传闻 修为到了天人第五衰 除了第三部大能 无人能让其灭亡 莫非在这的凶者 是第三部大能不成 还有那闪雷族 全族数十万人 高手众多 怎么可能被人全部灭族 而且闪雷族 还有那道据说 半古以来存在的不灭雷霆 此事 此事 那黑夜青年呢 本欲转身离去 闻言回头 冷冷地说道 具体不详 但长宗会的封命曾说 闪雷族的不灭雷霆 被那人吞噬 眼下整个太古都在搜寻 长宗会会由长老派出 寻找此人 乌云下方 雨水洒落的城池中 王林在乌社门内收回目光 神色平静 关上了房门 潘息坐在了一旁 他目中隐隐闪烁 南南倒 这么快就发现了 丈尊会 看来我的时间不多了 要尽快炼化最后一条雷霆 再融合那不灭之雷 王林沉默中 双眼一闭 立刻融入原神 在其内滔天火焰下 炼化那最后一条雷龙 时间流逝 外界雨水越来越大 整个天地都被乌云弥漫 压在城池之上 使得天地也昏暗一片 即便是到了正午之时 也没有太多阳光 穿透云层 经过了大半天的炼化 王林原神火焰 轰轰 极其卷动之下 那最后一条太古雷龙 再也无法挣扎 惨叫中崩溃 被王林原神骤然吸收 至此 八条太古雷龙 全部被王林融合 彻底地成为了 自身的一部分 在这瞬息间 他原神疯狂地增长 其内火焰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雷霆 他体内五道本源中 眼下着雷之本源 疯狂地膨胀起来 不断地壮大 惊天动地 慢慢地 王林的原神 已然不是雷龙形状 而是一道闪电 一道连接天地的闪电 那天就是王林的头 那地就是王林的脚 这闪电连接他体内天地 与那闪雷族不灭雷霆一样 万古不灭 在这闪电凝聚成形 完全出现的刹那 外界天空的云层轰轰 更多的雨水倾盆中 云层内的雷霆 仿若发狂 展开了剧烈的咆哮 整个修真心都能听到 那从云层内传出的 惊天雷霆 在这独城东处的黄城内 几个身穿道袍的老者 站在一座高耸的阁楼上 他们每一个人 都拥有相当于静灭的修为 更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 修为已然达到了碎面 他们众人站在阁楼内 望着天空的乌云滚滚 听着那轰轰雷鸣 一个个神色透出奇异 这雨来到的有些突然 还有那雷霆 也未免太过距离了一些 但我等联手之下 神石横扫 却是没有发现任何断念 或许是我等多心了 也说不定呢 旁边一个老者沉声道 唉 闪雷族这等大族 都被灭族而亡 那大长老也遭遇毒手 听闻此事 再看到眼前这雷 我却是总有心惊肉跳之感 或许 真的是想多了 那碎孽老者摇头 不再说话 不管那人是谁 此番太古星辰令下 此人只要被发现行踪 就必死无疑 在这修真心东部 还有一片连绵不绝的山脉 这里就是此地 真言族山门所在 与闪雷族不同 真言只是个小族 占据了一颗修真心 如戒内宗派一样 此刻 在那真言族山门内 一座山峰顶部 默默地站着一人 此人一头白发 看起来极为苍老 他望着远处 许久之后 轻叹一声 低声自语 为何 总有一种 要大祸临头的感觉呢 亡灵知晓 时间紧迫 完全吞噬了八条太古雷龙之后 立刻把封印在体内的不灭雷霆放出 那不灭雷霆刚一出现 立刻就要挣脱王林的身体 但就在其移动的瞬间呢 王林已然成为了闪电的元神 轰然而去 与那不灭雷霆直接就碰到了一起 展开了迅猛的吞噬 那不灭雷霆 剧烈的挣扎 其内蕴含了一股意志 这意志如同修饰的神石 与王林在这吞噬与挣扎内 展开了厮杀 与我融合 成为我元神之物 让我雷到本源大城 在伴随之雷下 破开苍穹 修为增强 王林神石横扫 如同风暴一般 撕裂了那不灭雷霆 一切抵抗 暴树 容 王林双目猛地睁开 其右目 瞳孔内 两道不同的闪电本源印记 急速旋转 使得他此刻看起来 充满了妖艺 风声大作 雷霆轰轰 雨水仿若要一下子全部宣泄 洒落在大地上 形成了浓浓的雨 在这城池的地面上 更是掀起了一圈圈细密的涟漪 这雨很急 似乎没有尽头 不断地从天而降 好在城池内街道中 有浅幽的水稻 使得雨水大都流入境内 顺着弥漫整个城池的水稻 如涓涓细流 汇入大海一般 流出了城池 一整天的时间呢 就在这雨天悄然流逝 随着夜幕的降临 也没有了昨日的热闹之声 归家之人纷纷避在屋舍内 不会外出 夜幕中看不见云层 但那轰轰雷霆 与时而照亮一切的闪电滑鼓 却是把这天地一切 都映照得如同白昼 雨中还夹杂着寒风 这寒风吹动 屋叶缭绕 吹着雨滴仿若倾斜 积极地落在大地上 那处处无设防颜下的 一串串湿漉漉的树叶 此刻也搭了下来 在风雨中剧烈地摇动 更有一些许 拴得不结实 被迅猛的寒风吹断绳子 使得那些被打湿的树叶 如同怒浪中的一叶叶孤舟 在风雨中积极飞舞起来 一部分被卷入天空 画着圈 消散在了黑暗内 还有一部分 则是落在了街道上的泥泞中 沾染了泥水 似要挣扎地随风再次飞起 但刚刚有了起义 却被一只穿着倒靴的脚 踩在了身上 重新落入泥中 再也无法挣脱 雷霆在这一瞬间 骤然轰鸣 随之而来的 便是那照亮了大地的闪电 把天地瞬息白昼 在这短暂的明亮下 但见着城西的街道上 一个身穿道袍的老者 双目如炬 背着双手 站在那里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